昨天下午已经抵台 那陈时中说这几波以来最大批最大的一批 对防疫一干是很有帮助 那也包含了一些长照中心的住民 以及7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优先来接种 但是驻日代表谢长廷 他就po出了雨中鞠躬照 又被炮轰根本是想要揽攻 前卫生署长杨振良就怒批 蔡政府又在大内宣 飞机缓缓正落 日本航空真言有809班机 4号下午1点58分抵达桃园机场 共124万剂AZ疫苗完成验放后 后续将进行检验封建 这几波来最大的一批防疫上面 应该是很有帮助 这一批疫苗来得及时 效期更长到10月14 指挥中心宣布第123类的对象 长照机构的住民 还有75岁以上的长者列为优先施打 但日本购买的AZ疫苗3000万剂到货 其实因为血栓一律 没有列入公费接种 所以才无偿提供124万剂给台湾 诸日代表谢长廷 雨中鞠躬 被炮轰 根本是想懒工 那不是你外交部的功劳 是我们台湾人民跟日本人民的友谊 是在311的时候 我们台湾捐了200亿日币的来帮忙他 是日本人感激 日本311台湾捐了70亿 因此有人问疫苗费用呢 网友回10年前已经付过了 但外界狂孙指挥中心还问菅义伟 在准备8项送审文件了吗 强调政府对疫苗不应该双标 除了日本赠送疫苗外 美国也宣布6月底前 要释出8000万剂疫苗给全球 其中700万剂将送往亚洲 包括台湾在内等15国 都有机会拿得到 但能拿到多少剂量 一切都是未知数 接下来我们看到台北101 在昨天晚间在外墙打字 要感谢日本对台湾新冠疫苗的支援 本土疫情严峻 日本在这个时候捐赠台湾 124万剂的AZ疫苗 台北101为了要表达全民的感动与感谢 晚间是打字点灯 内容就包含了合作对抗疫情 台日友谊长存等等 那就要感谢日本透过国际合作 共同抗疫 并且表达珍惜台日长久坚定友谊之意 接着我们来看到日本捐赠台湾疫苗 但是蔡政府却是口径一致 直呼这个过程真的好艰辛 这个让资深媒体的黄伟翰实在是看不下去 这是日本政府朝野共识 那为什么又要操弄成大内宣呢 我就不点名了啦 又是这个人打电话 又是那个人在运筹帷幄 其实我说实在的很简单 是因为日本的朝野包含了日本的民间 很感谢十年前311大地争的时候 台湾捐给日本的钱啊 十年前我们台湾捐给日本的钱 是日币200亿 那个时候全世界有95个国家捐钱给日本 那第一名就是台湾 我们捐200亿日币 我现在用日币算了 然后第二名到第95名 这94个国家全部加起来的钱 没有我们台湾一个国家多 所以当时日本人很震撼嘛 所以这十年以来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要感谢台湾 那这一次也确实是他们不打的啊 AZ没有人要打啊 那为什么不给台湾呢 给台湾给台湾 所以呢就就就变成是朝野的共识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事情 林卓水他讲的就是一个最直接的 这个我讲就变成是在诋毁政府 他讲就很有逻辑啊 对啊 如果这件事情要弄到总统打电话 时日宁静革命 然后才能成的话 那可是接下来这1.21AZ 日本会陆续生产 然后完全不给日本国的国民打 要送到所有东南亚的国家 透过COVAX 那那些国家做了什么 他们是几日革命 5日还是20日 所以就这个事情确实值得感谢 但不要讲的好像就是 你又做多少努力 去拍什么公式帮他拍个电视剧好了 最主要的还是日本的朝野 就是跟台湾的关系 就是希望给台湾了 那这一点其实基本上就 就不要讲的那么的 就是好像我们是怎么样 那重点就是 刚刚这个郁星姐在问我就是说 那这件事情的背后 日本现在愿意来的事情 因为这个中间可能也包含了美国 昨天晚上宣布的时间 6点台湾时间 接下来到了9点多以后 美国也宣布了 会有700万到亚洲 有十几个国家 但要透过COVAX 它的量可能就没有 我们现在不知道 是什么疫苗跟多少数量 可是美国跟日本同时出手的这一点 其实我做政治解读了 刚刚讲那一段是疫情跟过去的历史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小英总统应该是有打电话 但她打电话是要去跟美国还有日本 求援就是当我没有办法提供疫苗的时候 我整个执政的基础和民意会崩盘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日本的飞机 飞过到冲绳以后 加成那基地好像也有军机上来 跟着那台飞机一起飞 所以其实日本会给台湾 除了日本感谢台湾之外 美国应该也是要求日本这么做 美国也同时在昨天也宣布说 会有700万剂的疫苗给亚洲的国家 那台湾是这15个国家其中一个 数量没有讲 可是就形成了美日在帮蔡总统这一次解围 就是说如果她再没有疫苗的话 大家都已经要炸锅了 可是因为这个疫苗突然间宣布 然后第二天就来 所以现在目前大家的那个愤怒 就会往下滑 就是暂时觉得说蔡总统这样子 有帮忙大家争取掉疫苗了 可是就事论是 我也没有大声也没有情绪 这124万加上我们原本的86万 加起来总数才210万 以一个人打两剂来讲的话 观众朋友数学应该都比我好 只有105万人能打而已 如果照理讲两剂 那我们有2350万人 所以感谢高兴都可以 但是不够这是事实 还要继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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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